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都是汤圆的妈妈亲手做的 她说以后还要做更多更好的汤果呢 做得真好 好看又好吃 大头儿子 你忘了上周发现谁的牙齿上长黑斑了 是我 没错 正好小头爸爸也在 我宣布为了保护牙齿健康 从今天起大头儿子开始戒糖 这些糖果全部没收 这些糖果都没吃过 不要 还有好几种口味我都没尝过 小头爸爸 您快帮帮我 要不然给大头儿子留上鸡块 小头爸爸 妈妈说的对 大头儿子要戒糖 我保证好好监督大头儿子戒糖 好吧 我戒糖还不行吗 乖儿子 多准备点水果 转移一下大头儿子的注意力 省得他产糖吃 大头儿子 你在干什么 小头爸爸 我没吃糖 您看 没吃糖就好 大头儿子 吃片水果先戒馋吧 大头儿子 你刚开始戒糖 馋嘴在所难免 爸爸为你准备了好多新鲜的水果 戒糖也是为了你的牙巢 以后想吃糖的时候就吃水果来代替一下好不好 好 放心吧 小偷爸爸 小偷爸爸 幸好我藏了一些 水果哪有糖果好吃 不行 万一被爸爸妈妈发现了 肯定又会被没收的 我得把糖藏到其他的地方去 不能被他们看见 这里都是没人看的书 放在这儿肯定不会被发现的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做个大扫除 让活动室的环境焕然一新 好不好 好 大扫除 大头儿子 大林老师 我擦好窗台了 可以去帮汤圆打扫输架了吗 大头儿子 你真是干劲十足 好 你去吧 汤圆 你说是上面 下面就交给我吧 好啊 大头 谢谢你的帮忙 大头 你闻到甜甜的橘子味了吗 没有 有什么味道啊 可能是洗洁精的味道吧 当元 下面的书都整理好了 那我去收拾玩具了 大头 你可真快 这下可安全了 大上儿子 让一下 老师挪一下绿植还有玩具 这样方便大家扫地 大林老师 我来帮您吧 不用了 交给老师吧 哪来的泡泡啊 大林老师 我去帮毛茸茸打扫吧 好 大头儿子 你怎么那么积极 这下再也不怕被发现了 就是有点硌脚 大头哥哥 你的脚不舒服吗 没事 大头 你能帮我一起扫地吗 行 大头哥哥 你能帮我一起拖地吗 没问题 大头儿子 累了就休息一下吧 不累 这下一般白擦了 我的鞋子也弄脏了 终于可以脱下来了 太难受了 浪费了一块糖 真可惜 大头 快来 有好事 藤原 慢点 这次大扫除 有一位同学表现特别突出 不但打扫了自己负责的区域 还热心地帮助别的小朋友打扫卫生 老师和同学们决定为他送上一份特别的奖励 大头儿子 这是你的专属礼物 巧克力 太好了 眼里没人 小龙爸爸说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藏在这儿 爸爸妈妈的眼皮子底下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他们一定不会发现的 最近都没有看见大头儿子吃肠了 看来他真的气肠了 我给他准备点什么奖励好 叫多了 奇怪 怎么不见水流出来 出水孔被堵住了吗 这是谁藏的古董吗 大头儿子 好像是小头爸爸的声音 大头儿子 大头儿子 你又偷吃糖了 小头爸爸 您发现了 大头儿子 您明明答应爸爸借糖 结果不但偷偷吃糖 还偷偷藏糖 既不信守约令 又不自律 我太失望了 小头爸爸 我这次一定好好借糖 说话算话 都给您 我保证借糖 说话算话 咱儿子真有定力 你看 借糖这么久了 都没看见他跟我要糖吃 但愿大头儿子牙齿上的黑斑不要变大 以后免得闹牙疼 牙疼 牙疼 大头儿子 我最爱吃甜甜的水果蛋糕了 这可不是一般的水果蛋糕 那不是我之前藏在柜子里的水果软糖吗 这个是草莓味的 这个是橘子味的 还有那个是西瓜味的 大头儿子 快尝尝 谢谢阿姨 小头爸爸 你来得正好 再晚一点 蛋糕都要被吃光了 我得先找到大头儿子 大头儿子 小头爸爸 这可是阿姨亲手做出来的蛋糕 就尝一口了 我的牙好疼 大头儿子 你果然是牙疼了 大头儿子是因为蛀牙的问题去医院看牙了 这也提醒我们大家 时刻都要注意保护牙齿健康 营地接下来将展开为期一周的护牙活动 有没有谁愿意担任护牙小卫士来监督大家保护牙齿 大灵老师 我愿意 你终于回来了 大头哥哥 你的牙好了 没事了 已经不疼了 大头儿子 欢迎回来 你想成为护牙小卫士 是的 这次去医院看牙 医生给我讲了很多保护牙齿的小技巧 小头爸爸才给大家买了儿童牙刷 之前是我太贪吃了 今后就让我来保护大家的牙齿吧 由大头儿子来担任我们的护牙小卫士 大家觉得好不好呀 从今天起 我们就一起保护牙齿 远离猪牙 远离猪牙 做 Буд充牙